8日的西南列峰及暴風訊號 現證生效 下午3時 颱風海馬集結在香港東北邊大約130公里 我們預料會繼續採取西北偏北方向移動 移入廣東來陸和逐漸減弱 我們隨著海馬逐漸向北移動 本地的風向亦會轉為西南峰 所以之前受地方屏蔽影響的地方 可能稍後會轉為當峰 所以市民要留意風向的變化 由於我們預計 與海馬相關的列峰仍然影響香港一段時間 所以8號信號仍然會維持一段時間 但與此同時 我們預計海馬會逐漸遠離香港 以及會以入內陸減弱 所以我們會在當香港風勢有機會減弱的時間 在今天的黃昏前後 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取代8號信號 至於天氣方面 我們看到其實今天下午來說 香港都受到海馬西邊的雨帶影響 所以也有幾多雨量 整體分佈 其實香港今天下午和今天全日來說 大部分地區都錄得超過40毫米的雨量 至於天氣方面 我們預計今天受到海馬的雨帶影響 仍然有狂風和大雨 風方面會吹強風至列峰程度的西南風 在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盡量遠離岸邊 和停止水上會動